德國西部城市立旭富森 一個化工廠園區有廠房爆炸 消防灌構多個小時之後救適 至少有一人死亡,十毒人受傷 另外有多人實中 梁翠山報道 發生爆炸的焚化廢料設施 冒出朦胧黑煙 有目擊者說事發的時候聽到巨響 當局出動多輛消防車和直升機 向建築灑水罐救 並且加緊搜救 立旭富森市政府發聲明說 化工廠園區裡面的溶劑儲存罐 當地星期二早上突然爆炸 並且引發大火 有人嚴重燒傷 也有傷者情況危態 當地傳媒報道 園區裡面儲存了10萬公升汽油類物質 如果火勢持續 會再有爆炸的危機 當局將事故列為極端危險威脅 封閉附近多條道路 不容許車輛靠近 呼籲周邊一帶的民眾 留在室內 刪上門窗 消防最終用了近4個小時 才把火救息 只是檢驗有沒有有毒氣體釋出 附近的科隆市說 環境空氣監測暫時未見以上 園區原本屬於在當地發職的拜爾公司 前年轉秀給莫格里的財團 尼華古信球會距離工業園區 只有幾公里 球會說訓練活動暫時要改地點 有線電視記者 徐山報導 登記者평 mis lecture